说起反物质大家可能都听过,但是不是很了解,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,反物质是正常物质的反状态,当正反物质相遇时,双方就会相互烟灭底消,发生爆炸并产生巨大能量。 反物质至今都是物理学领域的一大谜团,我们周围环境中的物质是正物质,它由原子组成,原子由带正电的质子和带负电的电子,以及中性的中子组成,与此相反,由带负电的质子和带正电的电子组成的物质就是反物质,由于反物质能产生巨大的能量。 所以早早就有国家开始研究反物质太空飞船了,那就是美国,那么真的可以实现吗? 美国研究反物质太空船是以正电子的燃料,六周可达火星,以正电子的燃料只需几十毫克,速度却比核动力太空船快一倍,而且很多科幻小说中,飞船使用反物质做燃料,原因是反物质是最具权力的燃料,比如就最近的, 行星火星,要想把人类送上火星,需要成千上万吨的化学燃料,但是如果以反物质为燃料的话,仅仅几十毫克的反物质,一毫克约为一块方糖重量的切分之一,就能帮助人类实现登上火星的梦想,而且只需要用中时间,理论上确实可行,但是现实呢? 现实面对着两个难题,第一,反物质的生产价格昂贵,在太空中,宇宙设限中高速粒子,可以通过相互碰撞产生反物质,而在地球上,我们却需要通过粒子加速器来生产反物质。 MISC首席研究员史密斯说,据粗略估计以现在的技术来为人类火星之旅生产正电子,每生产是毫克正电子,将耗资于25亿美元,那这个问题怎么办? 只能等待科学的发展,第二,反物质难以保存,因为它们会吞噬正常物质,而现在人类还没有生产出有反物质制成的容器,所以只能将其存放在电厂,磁场,电磁场内,但这就失去了反物质的用物之地,只能放在一定的场所中看一看。 所以科学家目前致力于研究存放反物质的容器,如果真的能够研究成功,那说不定真的可以实现经济遥游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